头戴着圣诞帽 身穿红色围裙 手提着一大袋 里头装满了小礼物 走在街上格外受到瞩目 这群来自十分拖劳中心 正港的圣诞老人 每年到了岁末年中 圣诞节前夕 都会上街头来报佳音 热闹音乐 加上圣诞老人的欢乐笑容 瞬间将气氛炒热 据点成立的第二年开始 当我们老人家就是步态比较稳之后 我们就觉得要回馈社会 然后把我们平溪的这种热情 就从我们据点延伸出去 所以我们开始有这个采接的活动 那到今年 你看106年到现在自己算了 对 然后其实我们每年都出来 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考验 就是像今天就是气温非常的低 然后还好是昨天 不是昨天 昨天更低还下雨 然后今天就是还好 就是没有下雨 但是一样气温很低 可是我觉得就是整个过程里面 会看到很多老人家出来 然后会遇到很多很久不曾见面的相亲 即便是我们都在整个平溪区 可是我们从10分 然后今天来到平溪区 我们老公公的衣服 然后去并客 还有公室 还有去那些什么 拍室 卫生室都有 本堂啊 又并客国中 本小朋友本堂啊 好胜啊 这群圣诞老人虽然年纪较大 但有着不输年轻人的活力 足迹遍布平溪各个老街 还有公务机关 除了感恩社区一整年来的照顾 也献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圣诞小礼物 到了平溪区公所 区长和团队也都热情接待 我们就鼓励这些长辈 那个多多走出户外跟地方互动 那这个其实可以对他们的身心的健康 也都有帮助 预防这个提早的一个衰老跟退化 那今天利用报家音的这样的活动 然后他们也特别自己手做了很多圣诞节的袜子 还有一些饰品 然后也唱着轻快的这个圣诞歌曲 然后从这个平溪的老街 还有到平溪公所 然后再回到十分的老街 来为大家做一个报家音的祝福 医系区区长表示 十分拖老中西的长辈在圣诞节前夕报家音 也让长者和社区之间有多一点互动 促进长者的身心健康 预防提早衰老及退化 今天还特别带来轻快的圣诞族曲 还有手作小礼物 带给社区满满的惊喜和祝福 借成为平溪采访报道